好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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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花园兄弟的任性 来到这里呢 请大家打个招呼 来 雨抱 沈阳大老乡你们好 好 那个 店里的恍汉吗 好 喜欢吗 喜欢 那 我问你能再看两边吗 能 谢谢 那不坚决 咱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因为老乡 沈阳的老乡你们好 哈哈哈哈 哎 你看这样 你把中间几个字记得了 沈阳的老乡好 老乡好 老乡好啊 哇沈阳的老乡好 首先非常谢谢你们今天来支持 中叶杨家家的这部戏 那希望你们如果看过之后 已经觉得很感动了 然后很有一些想法 就 赶快回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们 好不好 好的 大家好 大家在拍照 大家知道今天啊 咱再来一波来 所以拍照的时候分享一下 微信微博都ok了 这样给大家一个福利的机会 看过电影之后 影片当中肯定大家有一些问题 想问我们两位 哪一位问 来 给个机会 有没有 有问题的 啊 哪个 啊 先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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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大哥 我问一下 啊女的啊 那是美女吗 怎么叫做大哥呢 来 问哪一位 是宰宰 宰宰 宰宰 宰宰为什么在戏里都不说话呀 你会觉得这样 你会觉得这样 呃 七个 七个 七个儿子都 都很有自己的德性吗 其实这是导演他自己 创造出来的 那 我觉得 导演如果没有这样创造出来的话 我相信可能 一部戏出来 好多的儿子会被带来提过 所以 非常感谢导演 赋予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特性 对 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灵魂 谢谢 来 你们也好朋友 想问问题 来 我看看后面呢 后面呢 来 看不清 啊 来 就这个女孩子吧 戴眼镜这个 好 戴眼镜的 没戴眼镜是作业 林鹏为什么会来 不是 我这边戴眼镜的 不是这边 来 喊吧 喊吧 那个眼睛本来就小 好 我想问贾家一个问题 当你就是死了的时候 然后 喝出里面 啊 的时候 就是啊 你 然后你看到就是 你几个兄弟 那个兵器从你眼前滑 那时候 我不想知道 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吗 呃 我其实忘了我当成什么心情 我只知道 我在拍 每一天在拍 梁家将 的 戏的时候 我都是用我自己的心去 去演 那 这个 这个镜头是 导演 加出来的 因为他希望 呃 每个演员在 在自己死掉的时候 虽然是 保护了自己的地域 让他可以安全 但是还是可以 让他可以感受得到 前面几个兄弟 也跟着他一起 牺牲 所以 你问我 当时 我好像 我问了 就有点太投入了 你死了 那如果讲一下 你保护弟弟 你是第二个 你死了以后 还能看到明替吗 有没有 最后 一刹那的时候 对对对 稍微瞄到一下 对 我有一个问题 一直想问你 就是你在那个 那个 山间里倒下的时候 所以我马从你身上过 好恐怖 好恐怖 那是 你实拍吗 实拍 就从上面往下拍 你在这倒下 你当时怎么想的 你害怕吗 你害怕吗 我想 我在想以后 还有没有机会再拍下来 真的很吓人 我能看到你有的时候 真的下意识的在 真的是马从身上过 大家看到没有 都看到了 真的 最后的时候 自己很适合 所以说 我们拍这个戏 真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拍 因为的确是 这部电影 大家都寄予了很多的 期待跟希望在里面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 都是自己在做动作 都是自己在骑马 很多替身 只能在旁边站着 或者是 我们下马的时候 给我们牵马而已 哇 全是自己欺利欺为 真的是 这是我们演员的一种敬业的精神 来 好没有 哪位提问题 来 为谁 我 我问你要问谁 不是你 我要问余波 我问余波 为什么 我想问一下他 最后 怎么回来 想回来救大郎 他是 家重要 兄弟重要 还是国家 这是剧情有关系的 是吧 导演怎么给阐述的 最后要回来救大郎 其实 我觉得 这个回来救大郎的时候 是 首先从 从这个情理上 是非常合理的 因为 我们那个时候 我看到那张字条的时候 和妻子去六子回的时候 其实 在西里是不能接受这一切的 不能 不能面对这个事实的 但是 就抱了一些希望 因为大哥 只有他一个人留守 最后 所以 再抱了一些希望 是 把大郎的结果 结果 我想 在你心里是 兄弟更重要 还是说 国家这个感觉更重要 可以 这问题 上升到一定层面 兄弟更重要 国家的这种危机更重要 其实 我觉得 生命最重要 在我们网友自己生命的时候 才能 对国家做一些更多的事情 所以 那个时候 其实 我们兄弟的 兄弟的情谊 我觉得 一个都更少 你层面更高啊 谢谢你 谢谢你 其实 其实现在这首歌 就是唱给大郎听的 你知道吗 你听过这首歌吗 叫大郎 没听过呀 没听过 唱给大郎 大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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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来 再拿一个机会 来 后面的 这个小美女 来 这俩小美女 先小黑 然后那小毛铃 小黑可以吗 是你 对是你 不用拿话筒 我能听见 我想问一下 我还真听不见 来 问一下宅宅是吧 来 我想问一下宅宅 在电影里面你包了一个 是吧 应该是 我想问一下 在之前有练过吗 或者是你俩子多久结婚呀 哈哈哈 我也说呀 我就合得你这小型 轻声吸引的美好性眼 哈哈哈 让我们大家都希望 宅宅有一个 就是幸福的美好的未来 这是忠心的祝福宅宅好吗 是吧 哎 我们忠心祝福宅宅 找到自己更好的家庭 是不是 对 真正有一个宝宝 行你坐下吧 来 给小毛铃 嗯 哎 小毛铃飞猫来 我想 我想问一下 那个余伯 就是我看宣传 你这是第一次拍电影 我问一下 你这拍电影跟拍电视剧 有什么不同 还有宅宅 我那个宣传的时候 说你的虎子是自己的 你会洗完 你现在 没有虎子的造型 还是有虎子的造型 你想让真姐 还问俩子 哈哈哈 嗯 其实 的确是 拍电影跟电视剧有很大的不同 那这次拍电影呢 对我来讲也是压力非常大 挑战非常大 因为以前拍武装戏啊 经验也有很多 也有马戏 也有动作 但是这个戏 我觉得 对马戏的要求特别多 我总结 我拍这部电影 除了睡觉在床上 睁开眼睛就在马上 是吧 对 所以在之前有一个半月的练马的时间 跟练动作 然后那个双刀呢 又特别重 盔甲又特别重 然后对于我们做动作啊 非常不便 所以 呃 为了完成 为了把这戏拍好 所以克服了很多困难 因为要加强运动作 没错 没错 其实玉子我才是最好的健身的方式 崽崽 留胡子的问题 呃 我 我 我可以 愿意去为 温西做 什么样的一些 温西的改变 就是她甘愿的去做改变 大家发现了 只有崽崽在 留胡子 几个 哦 来 还有没有想问问题 有没有想 这个小姐孩吧 小花脸 来 来 跟脸干什么呢 来 那个小毛肚 不是那个小毛脸 来 我想问一下崽崽 你会有没有带你吃崽崽呢 小吃有没有带你逛水羊 你喜欢水羊 我 我喜欢水羊 呃 就是你俩 你们俩一起来 有什么介绍给崽崽的 我大致已经给 呃 我三弟介绍了一些水羊 呃 呃 可能被 你介绍会是15年前的水羊 哈哈 对对对对 因为我的确是我 离开水羊已经有15年了 所以 我 我 对水羊 我觉得 今天我在看水羊 真就是像在感觉到 到了另外一个城市 变化太大了 但是 我觉得 听到水羊这个名字来讲 对我来讲 特别亲切 不管是在任何城市 任何地方 包括我在北京的时候生活 我听到东北 更如果是更近的 尤其是水羊的人 水羊的人 我都会 很主动的跟他 哎 交流一下 非常非常地清楚 哎 你家哪里 你家水羊的啊 你家水羊的啊 啊 中介的 你家中介的啊 用水羊话吧 人家说完了人家中介的 人家家了多少年还说水羊话 要宰在水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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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水羊话 啊 董卡啊 啊 来 下一位老朋友 这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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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边有 这边 来 来,就是你 我想说,仔仔的地,现在越来越好了 不知道要问什么,就是越来越喜欢你 这就是鼓励的 鼓励,来,这边,跟这边,来,这边有没有 来,哪位 在,在,在,在 你俩是一起的吗 你俩是合而入一的一体,是吗 来,行,两小眼镜,把那个,小妹妹 我要问他,我怎么不用那碗样 你怎么不用那碗样 他在我不用那碗样 你想哪家啊,一善嗨 不说你的啊,我一合那味就是不说人家门戏的 我要问他身材变好呗 他在里面说他看见他们的身材都不敢脱掉那个盔甲,是吧 现在有没有变好 有,自从看过他们的身体,现在3D胸可大了 你们知道我离他俩远点了吧? 这是有故事的 其实呢,今天来到这里,来到我们的华谊兄弟院, 现在呢,真的是希望带给大家更多的来自我们中联羊家将,对大家的这一首感谢, 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这部电影中联羊家将, 更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华谊兄弟的院线, 今天第一天开,你们真的是来着了,开门大席, 也希望大家也祝福我们的中联羊家将,感谢! 谢谢大家,多多支持,谢谢! 拜拜!